前勇士冠军中锋,澳大利亚球员伯伯特,在前不久接受了澳洲媒体采访,尽管伯伯特在勇士只拿到一个冠军就离开了。 但是对于这个曾经让自己站在NBA最高舞台的老东家,伯伯特不吝赞美之词,从言语之间,伯伯特打出了勇士队无比和谐的队内气氛,勇士现在有四个愿意让出舞台的球星,在勇队时,打课场的时候会有10到12个人一起出去吃饭,而在烂队,大家的竞争非常激烈,即使是队有关系, 彼此之间还会争夺你的位置,给予你的薪水。或许这些才是勇士强大的真正原因,很多看不惯勇士队的人说,杜兰特和考献斯的加盟让这支球队变得无可提敌,让NBA支持了竞争性。 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,早在杜兰特去勇士之前,勇士就依靠自己的选秀和培养,累积了三位全明星球员,而在杜兰特签约勇士往前一个多月的时候, 其实三胜的勇士还在总决赛3比10,先拥有詹姆斯的骑士队,勇士的球星堆积固然是成功的一代移宿。 暂不可否见的是,勇士全联盟最好的队内气氛,也成为他们的取胜支持,所有球员都能够融洽相处。 这保证了球队的化学反应,也让所有球员都有表现的机会。 至于伯古特所说要出舞台这句话,不错,因为杜兰特是现在联盟当中进攻最无解的球员, 所以勇士队在很多关键时候会让杜兰特调起大梁,而作为全明星队友的。 库里、唐普森和格林等人也乐于配合杜兰特,因为只有那样,球队才能够成功。 当勇士全员将集体荣誉放在第一位,胜利就手倒起来了。 可以预见的是,新赛季勇士仍然是联盟最大的夺冠热门。 而如果勇士对全员在队内都打得十分开心十分快乐的话,或许到了明年夏天, 他们又可以通过降薪的方式继续留守球队,保持充足的竞争力。 至于其他球队如何?至于是否毁掉NBA联盟的竞争性? 那又跟这支气氛融窄的球队有什么关系呢?